郭家麒議員 主席 我一直都支持莫乃光議員 不過剛才我聽到有很多人在這裡抽水 我覺得打爛陣 不知為什麼莫乃光那些 被其他人變了他的業界 我想莫議員真的調戲都很不相信 我當然相信莫乃光 但是你怎麼相信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由開始到現在 你看到那些集牌軍 如果創新做得到 科技做得到 怎麼會有一個新的局長 蘇錦良如果辦事得力的話 為什麼我們會在今時今日要想這個局長呢 基本上那些行政的人員是沒有改的 政府從來都沒有做這件事 我想起這件事 我想起什麼 我想起城市基金 就是多條路了 可能是多條財路 接著有些建制派排著隊 他們拿創新科技基金 今天真的都挺好的 通家有剪排 倒回頭 市民要去做那些事 特殊教育 全民退保 精神健康 採都不採 完全沒有回應 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什麼時候會理過 是創新科技的 所有市民聲嘶力竭 說要做一個新的電視 免費電視發牌 那些不是創新 那些不是科技 強行捏死它 我看得到 除了城市基金 就是網絡有三條 到時借刀殺人 所以我這次很慘 有少少要跟莫乃江割席 很少的 就不是不順利 如果莫乃江有一天做特首 或者做局長 我們一定要舉腳贊成 不過今天呢 今天不是啊 對不起 今天是梁振英 所以我們最怕 我們這次所托非人 多做一個假太空的 所謂創新科技局 我們是不會同意 再浪費錢 再做這件事的 多謝主席 謝偉俊議員